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为自己购置一辆爱车 买车的时候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一款车的价格 然后才是其他的 所以对于汽车会不会降价的问题 大家一直很关心 其实汽车这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 肯定会越来越便宜的 明年就是一个时间节点 想要买车的朋友注意了 不如等到明年再动手 专家认为三大理由预示明年车价更便宜 第一 明年起 我国部分省市将开始实施国六的排放标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初国五标准实施的场景 那个时候国四车明显是个降价趋势 这下国六上马国五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这对于经销商来说虽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却是天大的好事 第二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今年新能源汽车可谓是大放异彩 虽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 但是市场的大门已经向新能源汽车打开 并且新能源汽车的热度居高不下 相信新能源汽车在明年会解决许多技术难题 冲破瓶颈 在市场上有了竞争产品 整个燃油汽车的降价是肯定的 第三 燃油汽车内部竞争 现在互联网深入了家家户户 各行各业 汽车产业也不例外 比如淘宝早就开始卖汽车了 明年这个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不少老牌的电商都会加入到汽车销售的行列中来 线上和线下的竞争也会促使价格进一步下跌 所以买车的朋友不妨忍一忍 到明年再动手